高一聖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情况 包括各种的数据 那因为官方不管 甚至采用否认的态度 而高一聖他就会向外界讲情况 当然就从中共最大的敌人了 那河南的雪江经济 是由省卫生厅推动的 那省委书记当时李长春 后来他当了江泽民时期的政治局常委 那卫生厅长刘轩席 他也没有被追责 那河南省政府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因此很长时间 他基本是失口否认有艾滋病的问题 那一直到2001年江泽民下台的时候 官方才承认说这个有问题 但是他只承认有几万人感染艾滋病 高医生他自己估计是102万 那高医生自费就是 就是帮助河南农民的这个事情 被国际社会知道以后 大家都很佩服他 所以他在国际上拿了很多奖 包括美国的几个奖 李克强在河南当社会书记的时候 曾经见过高尔街 后来吴一当副总理的时候 也见过高尔街 这两个人都表态是支持高尔街的工作